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孙云玉 而非小32岁的娇妻 说起孙道存 他既是台湾风云人物 也是风流人物 人颂外号台版大流 孙道存本身就是含着金汤石出生的富二代 他的父亲孙法明一手创立了太平洋电线电缆公司 被誉为我国的电缆之父 巅峰时期的太平洋电线电缆集团积累了千亿资产 在孙法明的操办经营下 壮大成了太平洋王国 孙法明41岁才有了孙道存 大概是老来得子 难免溺爱了些 所以养成了孙道存喜好玩乐 流连花丛的性子 为之后的破产埋下了恶果 老人家一生心血 终究葬送在了挥霍无度的儿子手中 其实在刚接班时 孙道存也搞出了不小的名堂 在上个世纪90年代 手机开始逐渐流行 孙道存紧跟时代潮流 在1997年创建了台湾大哥大 他也因此混上了一个大哥大之父的称号 趁着大哥大手机热销的东风 公司成为亚洲最大民营电信企业 2000年 公司市值一度破千亿 孙道存也名造一时 被媒体称作最会赚钱的其二代 可惜的是 这几乎也就是他唯一的高光时刻 若用文娱圈的话来说 那就是出道即巅峰 此后他自诩投资奇才 开始一连串的伤海豪赌 几乎屡战屡败 慢慢败光了父亲的家产 自负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烈焰占据了他太多精力 孙道存和王文莲的第一段婚姻相当短暂 在孙道存的花花世界里没有留下太多痕迹 关于王文莲这个人 网络上信息很少 有台媒曾爆料她是空姐 与孙道存结婚不久后便发现丈夫出轨 于是提出了离婚 后定居国外 而孙道存的第二任妻子何念慈正是王文莲的好姐妹 至于是不是小三上位没有实锤就不忘下定论了 这段婚姻维持的时间倒是长 超过了30年 期间何念慈为孙道存接连生下孙盈盈 孙芸芸姐妹 以及小儿子孙志红 不过虽然婚姻时间长 但孙道存可谓是外面采气飘飘 家里红气不倒的代表 严宁本来是前途无量的玉女影星 曾经出演过穷瑶小说改编的第一部电视剧《几度夕阳红》 可惜遇上了孙道存后便鬼迷了心窍 严宁没名没份的和孙道存同居十多年 并先后为她生下一女二子 据好友罗佩颖生前爆料 孙道存曾因为害怕严宁逃跑 便将其锁在家中软禁 尽管孙道存对严宁爱得疯狂 但在严宁怀第三个孩子的时候 她还是和张琼玲搭上了 张琼玲是知名女星张琼兹的姐姐 她曾继承前赋的巨额遗产本身多金 她与孙道存在2003年开始交往 孙道存遭遇困难时她不离不弃 主动拿钱出来帮对方渡过难关 两个人可谓是情浓易密 真正的正宫还没发生 严宁却率先以原配的姿态与张琼大打出手 两位情人似得火热 严宁亲自找上张琼玲 希望她离开孙道存 结果张琼玲嚣张地回复 有本事叫你老公别找我啊 被点燃怒火的严宁和张琼玲当场互私 两人一度闹上警局 讽刺的是因为没有名分 严宁此举只不过自取其辱 最终因惹怒孙道存被渣男无情抛弃 挤掉对手后张琼玲一时风头无两 2006年孙道存带着张琼玲出席女婿 廖振汉公司的活动 当时在场的还有何念慈和孙云云母女 当着原配和女儿的面 孙道存说 希望有我的夫人 我的内人张琼玲小姐来摸奖 张琼玲当时惊喜的表情完全写在了脸上 但在场的何念慈孙云云母子则是尴尬弯分 随后孙云云代母发声 孙夫人与内人只有一个 就是我妈妈 何念慈虽不发一言 但经历此次也彻底清醒了 决定成全孙道存和张琼玲 放弃孙夫人的头衔 与孙道存离婚 正当大家以为孙道存要迎娶张琼玲的时候 2007年又传出他与一个长发美女一起吃饭的照片 而照片中的女子好像就是赵小玲 是一个白领 孙道存为了追求这个赵小玲送车又送房 不过这会儿还闹了一个笑话 送赵小玲的房子居然是张琼玲的 这个行为也是够奇葩的了 孙道存为了将赵小玲和之前的两任情人区别开来 直接让自己最信任的司机去给赵小玲开车 也许是这次又爱到了深处 他又做出了让人意想不到的举动 孙道存让司机在赵小玲的车上安装了一个定位系统 为了可以随时监控他 这事一开始赵小玲还不知道 后来还是一次去保养车的时候 工作人员告诉他的 他听到后有点惊讶 不过很快就冷静了下来 他知道这辆车不是自己在开 就是司机在开 如果动手脚的不是自己 那就是司机 他也颇有手段 直接将司机告上了法庭 司机最后无奈了 只能说出真相 爆出是孙道存指使的 赵小玲跑去质问 孙道存却一脸的风轻云淡 赵小玲心良了 他是一个很坚强的人 最后选择了离开 后来孙道存一直也没有闲着 又找了一个小嫩模 两个人初双入队 还有媒体拍到 他俩一起从夜店走出来的身影 手牵手一看就是恋人的模样 可孙道存却拒不承认 那个时候他们两个人 一个已经59岁 一个刚刚26岁 他俩的绯闻简直是太过劲爆 后来小可在上一档综艺的时候爆料称 孙道存曾经半夜三点的时候 还和他包电话粥 为了追求他 还给自己的妹妹买过礼物 只不过那个时候 小可已经有了男友 对方是一个即将出国读博的高材生 男友在知道这事之后 气得不行分了手 对此有很多网友都在说他想借机上位 小可听了之后很生气 说了一句 不管能不能和男朋友和好 他都不会和孙道存交往 孙道存也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 听到这话自然不高兴 之后两人就没了联系 在大家都猜想 孙夫人这个头衔最终会花落水家时 孙道存却在2009年 娶了交往50多天 小自己32岁的吴亦平 逗来逗去 严宁为孙道存断送了事业 而张琼琳也只能当渣男口中的内人 两人都没有登上孙夫人的宝座 最终成为孙夫人的这位吴亦平也很有意思 她是孙道存初中同学的女儿 和孙云云年纪差不多 而当时孙道存已经60岁了 两人在夜店相识 随后光速步入婚姻殿堂 同学变女婿 吴亦平的父母是极力反对的 即便在登记结婚当天 他们还在企图强调 女儿吴亦平的证件 阻止女儿与孙道存登记 两方一度因为大打出手 闹上新闻 然而吴亦平依旧一无反顾地 嫁给了孙道存 不惜与家人决裂 有意思的是 这里还有几场前女友们的戏 孙道存刚结婚的时候 有好事者跑去采访张琼琳 他不愿多说 只表示 第一个要怪第二个 第二个却怪第三个 这样讲不完了 真正的问题是他多情啊 总算是认清了现实的姿态 意识到了在某种程度上 这些女人都是受害者 主要矛盾还是因为男的渣 不过另一边的严宁 显然没有那么容易释怀 网传吴亦平怀孕的时候 严宁发声称 孙道存12年前 也就是在他生完老三坐月子时 他就去结渣了 仔细评评这段话 既凸显了自己 作为前任的优越感 又将孙道存的底裤 扒得明明白白 顺带也刻印了一下 吴亦平 不得不说 豪门真是宫斗的滋生地 即便彼时延宁 已经成为前女友多年了 这一嘴阴阳怪气 也是玩的贼溜 能让这么多女人前夫后继 孙道存除了在撩妹上 有一手外 自然也少不了钱多 且大方这一优势 孙道存也对新任娇妻 相当大方 尽管当时他其实已经破产了 还是经常带着吴亦平 吃香喝辣 豪至千斤 破产的孙道存 即使背着官司 生活依旧优渥 把娇气的心抓得牢牢的 夫妻俩的奢华高调 不但遭到公众嘲讽 甚至还引起了税局的注意 结婚后没多久 孙道存就被查出欠税 连补贷罚 需要缴纳三亿多 在危急之际 严宁和张琼林 抛售股票套现 抄家底凑了一个亿 给孙道存缴纳投期款 外界还因为 两人中到底谁出得多 吵得沸沸扬扬 然而两位当事人都不愿多说 张琼林更是一心 想与孙道存划清界限 过平静日子 至于剩余的两个多亿 则由女儿孙云云帮忙偿还 孙云云也算是有情有义 虽然父亲一直在外面惹事 续屡背叛自己的母亲 但她还是卖掉了 自己名下的房和车 帮父亲还债 为父亲做宝 至于原配和念词 彼时早已重获新生 在55岁时 二婚嫁给了多年好友田丽行 据悉 南方从事电子业 资产雄厚 年纪只比和念词长一岁 是第一次结婚 和念词如今的日子过得不错 现任老公对他很好 儿女们也都已经长大成人 自己的事业也做得有声有色 现为台湾元大政券副董事长 2017年孙道存因犯伪造罪被判刑三年 犯公益侵占罪被判一年半 原本应服刑四年半的时间 但他认为自己年事已高 还被重病缠身 请求少执行一年的刑期 却被法院驳回 孙道存早已申请保外就医 这也属于监狱外服刑的一种形式 并且相关部门在10月1日也批准了 然而孙道存经过治疗后 病情没有好转 于11月17日凌晨去世 监狱方已通知家属处理后事 目前他的娇妻暂未回应此事 孙云云常年替父亲还债 却毫无怨言 他曾表示爸爸永远是爸爸 我也就是很希望他开心 孙云云在接受采访时回应 称爸爸是在家人的陪伴下 安详去世的 已经交代了后事 他们将妥善处理 而孙道存生前患有猴癌 癌细胞似乎扩散到鼻咽等部位 他被多种癌症缠身 饱受折磨状态非常差 连话都讲不清楚 晚景十分凄凉 他另一个女儿孙盈盈则表示 父亲走之前仍心细子女 还与他们打电话交流 回看这段豪门往事 除了唏嘘还是唏嘘 豪门公子多风流 没有哪位女人能算得上是真正的赢家 即便是渣男孙道存 也终究为自己的风流挥霍付出了代价 晚年落得个凄凉结局 不管怎样 私人已逝 还是愿孙道存一路走好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